嗨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继续修复这次船 然后呢 前两天叫我几个朋友一起过来 把这个船放回正面 那现在目前是它呈现出的样子 下面有轮胎顶住 没有 因为这个拖车还没放心好 咳咳咳 然后呢 目前 呃 我昨天晚上加班 把这个 底部的一个 一些 需要的木板 下面已经做了一层防水 然后连夜赶工 然后目前先把它放进去 啊 就是放回它 之前 我没修船底之前 这些部分都已经做好了 本来想先铺上去 再想想 如果铺上去 上面都做好了 就会做底部的时候 去搬这个船的时候 会就会比较重 然后就 暂时 停止的做 上面的部分 然后先做底部的放心 那目前 然后一翻回来 然后我这些是成品之前没有拍视频 基本上 基本上都弄好了 还有上 上面的一个 一个 钓鱼的一个架子也 基本上做好了 就是呢 会在这里 做 做一个 啊 站台可以站在上面钓鱼 之前做的架子 是用剩下的一些税务 做 然后上面会铺一层板 啊 然后 可能现在觉得这个板 税务质量可能不够 然后我就买了这个防水路在这里晒了两天 然后现在是想把它 浇 浇到底部 它底部是一层比较旧的泡沫 这种泡沫可能不太好 但是我又不想用这么大的工程把所有的泡沫都拿出来 这底部是泡沫 上面也是一层 之前也是木板 然后腐烂了 木板 腐烂的部分全部被我撬 撬 撬 撬掉了 我等一下木板拿回来 大家就会看见下面 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目前我先把它铺好 然后方便等一下施工 浇水跟 这些 这里部分会有 会有空洞的部分 我可能要填充一点泡沫 啊 差不多 目前是这样子 目前是用轰滴铺码 这个脚锁 灰面 这个是泡沫 底部是我的 头上要刷 看不出来 外面的颜色就不一样 因为它做过一些滑水的铺 好 太好了 好 太好了 这个 这个是橡胶粉 这个橡胶泡沫 然后我需要水的铺 因为它工夫太大了 我就是把这个弄出来 你不那么平 行 我就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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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个 这个 或者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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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个 中等 鸡蛋 我发现一个问题 昨天我们已经把板子都铺上了 然后旁边缝隙 我人也加帮把它弄了 缝隙的缝隙 这些缝隙 我用 也是用那个胶水 混合面粉 把它做了一下 像这种分析硬的部分 都把它填满了 本来打算是 今天早上这些分析 再过一层浇水 然后明天 就可以上这个 防水的部分 就是这个是 纤维布盖过去 然后刷一层 那个油脂 那现在查到一个问题 明天会下雨 如果我今天不做好 这里东西会比较麻烦 木板也会进水 我本来是用这种 布盖在上面 但是如果是下雨的 这只能防点雾水 像早成那种 一层的部分 如果下雨的话 根本就 防不住 不是 那它们白血 κ 目前比较大的难题是那些气泡 而且这个碰一拉不平 要克服的困难 不停的拉 中间那种白色的气泡 所以要花大多很大的时间 就像这个碰一拉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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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铺的这层木跟浇水 然后上面出现很多空洞气泡类似这样子 这个不是很严重大致的气泡它一泡起来 下面是空洞的就没有防水的作用 这些很多东西 这边空空洼洼都有 然后重新磨 磨这个真的是时间要花很多 看来已经磨了两个小时了 然后清理了一下 现在就是要再刷一层非常防水的那种 我让你再刷一层 我再刷一层 你再刷一层